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米达 我是世凯 今天我們要做一件很瘋狂的事情 你們可能已經看到了 就是我們現在在下雪的森林裡面 今天氣溫 聽說最冷會到-20度 所以我們就在這麼嚴寒的天氣 來布蘭的森林散步一下 也給大家看一下 這麼冷的時候,我撥完了森林 一邊散步 一邊聊天,出發吧 那來這個森林第一個感覺 就是都是白色的 因為我們夏天來是綠色的 所以現在在這邊走就差很多 那另外一個感覺就是 真的滿冷的,你呼吸 空氣,你會覺得你的鼻子 全部都是冷的 如果一直有大概0度 12也差不多,有時候會淋下 那現在突然到了什麼 0下15、20度 你不會覺得這個差別非常大 對 而波蘭其實也不算是特別冷的國家 像我的伯伯昨天打電話 然後他說 在他住的那個俄羅斯城市 一直有0下30度、0下30度 然後最近0下20度 我們覺得,哇天氣暖了 這可是台灣人在熱帶島長大 但是他對冷的接受度比我們還高 是啊,因為我覺得如果你來自比較熱的國家 當然冷一點的地方會對你來講比較新鮮 你會覺得很興奮 所以冷的時候就會想出去看一看 那個心情是很開心的 是,可能在台灣到10度 或什麼5度 台灣人會怕自己的身體會有什麼問題 是嗎? 對,就是有時候冬天會有那種新鮮 今天會降到10度 所以很多人可能會有身體上的問題 可能會有人凍死之類的 可是這個新鮮對波蘭人來講 就是覺得很難想像的 因為10度對他們來講應該是溫暖的 應該是春天的感覺 因為說人類沒有這麼脆弱 就是整個多人在北半球、南白球 冷冷的冷冰冰國家生活 然後他們每天都需要從房子20度 到零下20度的外面 或是從暖暖的公車到外面 然後一直是冷的熱的、冷的熱的 然後還是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大概普通的人 真的不會有大的問題 但我覺得有個差別是 台灣室內比較不流行有暖氣 所以如果真的是10度的寒流 那室內可能也只有10度 可是波蘭不太可能室內10度 都是18度、19度、20度 這樣比較溫暖的景 還有一個有趣的遊戲 下雪了 你看 很多波蘭人喜歡還是 零下一次都還是帶著小孩出去玩 這是雪橇吧 對啦 父母很辛苦 對啦 我小的時候 我爸爸也很辛苦 一直要拖我們 這樣拖著我們走 小孩很喜歡 父母很辛苦 但很好玩 但冷的天氣可以適應 現在應該說這幾年 在波蘭韓中游泳 散步甚至爬山 越來越流行 大家可能會穿 戴上鞋子、短褲 不穿什麼T恤或上衣 然後只穿 手套、帽子 然後這樣去爬山去散步 用這個來證明自己身體很好 是 也是一個訓練啦 有的人也相信說 你這樣可以訓練你的身體 很多人覺得 如果你一直讓身體暖 那這樣其實它會變得更弱 因為你每一次到外面都會覺得 啊!好冷 然後你的身體會有衝擊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什麼洋蔥穿法 洋蔥穿法 就是一層一層疊上去 穿多一點 因為你進去室內 你可以先拖幾層 這樣你不會讓身體太熱 這樣比較好 對啊!像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就穿了好幾件在裡面 所以即使今天最冷是-20度 可是我覺得真的還好 戶外走真的沒有那麼冷 欸真的!有的人會覺得 啊!這樣會結病 但是實際上還好 我是覺得我可以在外面走 一兩個小時都沒有問題 在學校我們也會學 怎麼看動物的教 像這裡看起來是 可能鹿 或者什麼 兔子 這裡鹿很多 我們有時候散步會看到 雪其實比你想想還重 你看 這個全部都是非常非常重的 甚至如果有些雪下的很大 樹還會被壓倒 然後壓到電線桿之類的 當然也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算是第一個你們已經看到了我戴眼鏡 因為我的眼睛很敏感 下雪的時候沒有 現在沒有太陽的是它還是反射 然後讓你眼睛不舒服 所以像這樣那種疾病吧 是嗎? 就是雪盲症 是! 我發現這個跟眼睛的顏色有關係 像我是黑色的 所以我就覺得我比較不會對這種 雪的反射啦 或是太陽 這種敏感 可是蜜拉眼鏡是藍色的 所以她就非常敏感 那其實人還好 我覺得人沒有這麼脆弱 但是比如汽車會有問題 像現在零下二十度 我的爸爸也會開進 車庫裡面 對啊不然會很難開車 可能車子會結冰之類的 對啦 當然也有一些其他小問題 像我們有一些電線 他們也需要夏天比較慫 因為金束東西會縮短 對了還有那個鐵軌 因為它的溫差比較大 所以會有比較大的形狀的變化 好的我想我們差不多要準備回家 因為真的有點冷 我已經開始流鼻涕了 鼻子冷冷的 要回家喝一杯熱茶 一定會非常的舒服 那我們也很好奇 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你會想在零下二十度的時候 來博然的森林逛逛嗎 對啦 你想冬天來博然旅遊嗎 那祝大家有暖暖的晚上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就怎麼這樣 散步不愣 但是有時候你要站著等 公車 要做什麼呢 開始跳舞 一直讓身體動 讓身體熱起來 從腿開始 然後 然後 然後現在我要把衣服脫掉 試試看在這個 冷的天氣是什麼樣的感覺 開玩笑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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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冷 好冷